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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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上面的话也有它不同的一个概念在里面 这料到香水来说不论是在男香或女香的来使用呢 其实它都多了一种性感 多了自己多了一种魅力 其实有无限挑逗的一个可能 跟令人想想的一个空间在 老师还说 试香水的时候千万不能着急 可以等候20分钟去感受香水的前中后卫 而后卫就是香水的基调 也就是在这时候才能确认自己 适不适合这瓶香水哦 而这次的香水奥斯卡 请来了影后级代言人张蓉蓉 中发混血的她多变的模样 就像香水一样 有着不同的面貌 让人感受到香水的多变与丰富 有时候会在自己的脚踝那边 加上一点点的香味 我觉得就是有一种整体的感觉 那我通常使用香水是 我没有说很固定的使用哪一瓶 我都是看我当天的心情 然后我要跟谁见面 我穿得怎么样 当天的场合是什么 来决定我要喷什么香水 在台湾香水市场上 指标性象征 非这家美妆专卖店莫属 为了推广台湾的香水市场 他们连续举办了五届的 香水奥斯卡的活动 每年不同的主题 都带给消费者 更多使用香水时的认知与故事 其实我还有时候会喜欢那种 像这一瓶就是那种造型很特别 这种冰块的造型 然后外表很可爱 然后就会放在房间也很像一个 就一个装饰品这样 我们的香水其实算是国内市场里面 货最齐全 商品最齐全 当然价格也是最优惠的一个 一个美妆通路 那像我们记得在情人节的时候 有一些年轻的学生族群 在还没开店的时候 就已经在门口排队 就被选一个他最喜欢的香水 送给他的女朋友 所以我也觉得这是沙沙香水 奥斯卡办这么久 到第五年来所做出的一些口碑 香水奥斯卡在许多爱好香水的消费者心中 已经成为选购指南 今年第五届的香水奥斯卡 就有24大品牌小竹年度香水大奖 还有14支今年刚上市的新品香水上架 规模创立一年之冠 更有精品品牌香水共相胜举 今年的香水的异想世界 我们就希望香水可以给消费大众 一些不同的想象空间 它是很有创意的 它是可以有无限的一个想象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香芬 可以为大家创造不同的异想 走进美妆专卖店内 不只能看到各种香水品牌 还能找到保养 彩妆 香水 美髮 甚至于日本的流行小物 这些关于美的产品 也难怪美妆店内的消费者 难夸了各个消费年龄层 在这里找寻美丽的来源 其实我们目的就是 希望提供给消费者 你不用踏出国门 你就可以在店里面 一次选购到所有的商品 那我们其实品牌的等级 也分非常的多 局番 专柜品牌的 沙龙品牌的 甚至开架式的 或是医美的品牌商品 我们都有非常多的选择 那我每次想要买的品牌 或是产品 在这边都可以找得到 尤其是香水啊 你如果看到新的品牌上市 然后来这边都可以 试闻新的香味 还有就是他们常常都 举办一些优惠活动 那我觉得来这边 买商品 就可以买到很好的商品 然后也可以省下很多的钱 这家美妆店内的店员 可不是一般的店员哦 他们都是受过 各种美妆知识训练的美容师 针对客人的肤质 使用习惯 引导客人做选择 每一个顾客带回家的 不只是适用的商品 还有专柜沙龙级的服务 与保障 如果你还不懂 怎么选购适合自己的保养品 香水 走进这家美妆店 相信你会找到最满意的商品 和变得更有魅力的机会